好 各位觀眾朋友 關於受到了封面以及低壓帶的影響 其實在昨天全台都下起了非常大的雨 那現在記者目前所在的地方就是位在陽明山 大約海拔410公尺的文化大學這邊 可以說昨天晚上風雨也是非常的大 就連住在宿舍的學生其實都表示說 有感受到了明顯的風勢還有雨勢 那今天的校方其實也在大安館這邊 加裝了非常多的這個沙包 就是要來預防說如果等一下下午 可能會有更強大的風勢雨勢 可以稍稍的來做一些阻擋 不過其實除了文化大學之外 在昨天晚上其實在東吳大學這邊 也是有非常強大的風勢還有雨勢 那東吳大學這邊可以看到 女宿這邊階梯其實滾滾的黃水 是不斷的往下來沖泄 就像是一個小瀑布般 其實昨天住在女宿的學生 也拍下了這個畫面 那校方表示說其實今天早上 都已經來清掃以及修繕的完畢 那現在目前校方也是把這些落葉 還有這些積水的部分 已經都來清除完畢 那要向最前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 就算是在我身邊這裏